癌症一直都是排行国人死因的第一名 劳动部估计全台至少有两成七 也就是高达225万劳工暴露在致癌风险当中 从劳动部、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去年进行研究统计来看 航空预输业、批发及零售业、渔业 是暴露人数最多的前三大行业 不过其中从事营造业有13万5695人 原住民族人就有18.22%人 而营造业长期大量吸入游离二氧化系 容易罹患肺癌及肩脾细胞瘤 族人从事营造业人数多 平常大家比较在意的是工作环境安全 但身体多少都会有些反应 像从事30多年营造业的嘎叨说 夏天穿背心工作 粉尘直接碰到皮肤 长期下来都会觉得痒 另外一位营造业劳工因为长期大量吸到粉尘 常常边工作边咳嗽 老是咳嗽啊 为了灰尘啊 磨也是水泥粉啊 什么都是不干净就对了 老公朋友反映 因为工地没有强制规定 一定要戴口罩或防护具 为了赚钱也没有顾虑到 对健康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公司也没有规定说要戴那个国灶 只要是工地有实施这个为了 为了卫安卫生的问题的话 我们戴国灶也可能是比较可以 劳工的个人防护具的这个佩戴 让他们在职场中的这个 致癌物的这个暴露能够减低 劳动部表示过去十年 劳保职业病癌症几步 一年大约只有五件 未来希望建立台湾职业性癌症追踪 对台湾劳工健康风险 做出更精确的评估 保障劳工健康上的权益 记者在一场导致台北市采访报道